封门 弟子犯下了糊涂事 被武哲利诱 他让我利用毒丹 将陈师弟先害灭掉 并且下火给谋道修士 什么 原是真的 我的天啊 我师兄居然有 如此恶毒的想法 胡昆老儿 这下我倒要看你怎么办 竟然给我送了 这么一份诈点 不 是假的 他说的都是假的 请掌门明察 你看看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竟敢动用权力 向同门师弟下死守 爹 你 掌门 是我管教不严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竟然让这孽子 赶出危害同门师兄弟的罪了 我请求掌门将我的孽子 法洛斯过牙十年以警校友 而我也会补偿给陈云小友一份欠礼 当你道歉 好 你先将此事应下 此后我自然有办法让你出来 掌门 却是我脑子糊涂了 愿意忍过 陈云 你这三切 还有让我入四国牙的侮辱 我记下了 等我出来 我要你生不如死 我 经雨燕危害同门 同样入四国牙十年 弟子认罪 陈云 你可接受这份道歉 这二长老好狠的心机 竟然将错误全推到了武折身上 弟子接受 此事再过计较 得不偿失 而且 最近机缘 三日内 与暗玉门圣女 进行交易 从交易中获得天穷中 没想到这二长老 就是给那念夭夭 打开灵犬秘境的内鬼 行了 既然如此 你就先和我来宗门内阁 汇报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以上便是弟子此行经历 没想到居然和那暗玉宗有关系 暗玉宗 没想到他们居然卷土重来了 这小子居然知道这么多信息 不可久留啊 不过短期之内 我下手就太过遭人猜忌了 罢了 交易再急 就让你这小子再多活几日 此时 我会和其他两大修炼势力进行商议 陈云 此次你汇报有功 作为奖励 我可以允许你在明日进入藏宝阁二层 挑选一件法宝 谢掌门 那弟子就先行告退了 此次危机虽然大 但收获也不小 除了那金单修饰的厨袋 还有二长老的陪礼 当然 最重要的 就是进入藏宝阁的机会 正好 我的攻击手段有些太过单一了 多一件顶级法宝 能弥补我的短板 没想到除了五千零石 还有这一株地虎身 这可是好东西 有了它 足以让我的根骨强健即成 这鬼爪法器是魔道法器 我用不上 丹药也都是魔修的丹药 我也吃不了 这玉坠 那捏腰腰也有一个 恐怕是某种性物 一方万一 还是留着比较好 这面纱法器倒是有意思 居然能让人变换身形 感觉不错 再试试 厉害呀 想不到居然完全看不出来区别 这可是件宝贝 陈诗 凶 抱歉林师姐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王师妹 不是你想到这样的 怎么会 林师姐为什么会在这里 难道他们 武长老 弟子奉掌门之令 来藏宝阁二楼挑选一件法器 老夫知道了 你且上楼去吧 记住 只能用眼睛看 挑到什么样的法器 就看你的机缘了 弟子知晓 这里的每一件法器 都是极品法器 这还只是二楼 三楼上放的 都是些什么 好剑 恐怕比我的飞剑 都要好上三分 这可有点难挑啊 还有这样的法器 于三月后 被林骁宗弟子张全之得到 沐浴一滴神兽精血 龙魂复苏 这怎么可能 七元系统不是只会对人有反应吗 为什么会对一块板砖起反应 而且这张全之是什么人 居然也拥有神兽精血 龙魂复苏 难道说这块板砖内 有一条龙魂 一滴麒麟精血便可以将其复苏 这龙魂恐怕是一个大机缘 五长老 弟子已经选好了法器 没想到你居然会选这件法器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催化之后 你可镇压敌手 威力不俗 你当善用 弟子明白了 果然 就连元英企的长老 也没有看出来龙魂的存在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好美味的精血 人族修士 就是你召唤的本王吗 你就是龙魂 人族修士 真是太失礼了 你应该尊称本王龙王大人 明明是旗有本 居然还有实体 不许戳本王的脸颊 还有叫本王龙王大人 好吧好吧 龙王大人 你叫什么名字 这才对嘛 本王名为敖铃铛 看在你唤醒本王的份上 可以收你做本王的第一个扑从 还有 我闻到了好多神兽鸡血的味道 你快把那个上钩给本王 嘿嘿 啊 啊 人族修士 你快放我出来 本王要生气了 本王生气可是快公布的 嘿嘿 小铃铛啊 你刚刚说要收谁当仆人 等你想明白了 我就放你出来 嘿 还对付不了你这个小丫头 哎 哎 哎 人族修士 我错了 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里面好黑啊 我不想再被关在里面了 以后还敢傲娇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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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鼻孔再也不敢了 铃铛很好养活的 我会自己出去找药兽吃的 嗯 嗯 好啊 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 你就叫我陈云便士 现在 可以好好说下你的来历了吧 嗯 之前的事情我也记不清了 只记得龙族击灭的时候 父王把我的魂魄封印在这龙洗内 说总有一日我会复苏过来 重建龙族荣光呢 龙族寂灭 难怪这一方世界龙族消失了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让如此强大的种族也覆灭了 放心吧陈云 你不用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我可是很强的 只要你给我强大的妖兽精血吃 我就能恢复到很强很强的实力 嘿嘿 你要是很强 还会被我轻易收进龙洗中 那是因为我高复苏 而且太饿了吗 你要是把那些神兽精血给我 铃铛就能恢复一项神通 可以打五个 不 十个极难修饰 就是原因修饰 我也不怕 不行 这神兽精血我有大用 日后若是有其他的神兽精血 倒是可以喂给你 那好吧 我听你的 那灵犬灭境的祸蛇手中 可还有不少神兽精血呀 你既然能吃神兽精血 那上古凶兽的魂魄呢 我们龙族可是神兽之王 只要我恢复了神通 就是上古凶兽的魂魄 我也吃得下去 那这两天 可是有一个 让你每餐一顿的好机会 陈兄弟 你在吗 还没来得及恭喜师姐 进生长老呢 陈云 这个师姐 闻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那是凤凰血脉 不过你可不许动乱心思 这可是我师姐 谢谢 我相信以陈师弟的天赋 将来肯定也可以进生长老的 我这次过来 是想和你说一下你的血脉修饰 晋升仪式 有劳师姐费心了 可是出了什么问题 宗门内用于晋升血脉仪式的材料 虽然还有 但有三种最重要的材料 在我的晋升仪式中用光了 其中赤炎玉和霸王藤 我还有些消息 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但是百妖花这种材料 只有灵犬秘境中有 想要获得的话 恐怕得等到下次 灵犬秘境开启才行 看来这灵犬秘境 我是非去不可了 林师姐 这是我这段时间 积攒下来的灵石 请你千万不要拒绝 其他的两种材料 还需要林师姐 多多帮忙了 至于这百妖花 我来想办法就好了 好 我也不会和你多客气 那两种材料 我一定帮你弄到手 林师姐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能带我进长老封吗 我怀疑那位二长老 与魔教有勾结 想要去探查一番 二长老与魔教有勾结 陈云 此事事关重大 你可有证据 这事还和那位诗鬼道人 以及那位魔教女儿有关系 抱歉 林师姐 此事我没法实现证明 只有骗你一次了 此事确有蹊跷 既然你有变身的法宝 我就不阻止你了 但你一定要小心 若有危险 就撕开纸鹤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多谢师姐的信任